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迁入式系统1的补录课程 那基本上这个课程 我们的一个主题 其实是一个桌上曲棍球对甲机的专题制作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主题 也是过去无论在我们的增入课程或实体课程中间 我们在期末同学在上完整个课程的时候 我们都会要求各位同学 以我们所教导的所有的一个 迁入式系统的周边与城市的那个 coding技巧编码技巧 我们想要做一个实际的专题 那这个专题我们想强调的是 从无到有的一个规划 让大家真正利用做专题的机会 去实现去真正深入的了解 迁入式系统的种种的好处 那我是这个课程的授课老师来自于林科技大学的洪丛文 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这个课程有另外一位助教 来自于林科技大学奠基系的杨嘉瑞同学 那为什么找杨嘉瑞同学担任这个助教 实际上这个对打击的专题制作是由杨嘉瑞同学所执行的 那过去我们在我们签入式系统的实体课程 美学期末我们都会有期末专题 那这个期末专题我们会有一个展览 也会凭很多的外部讲师来做一个评审 那这个专题的发表会 所有的花絮我们会整理成YouTube的影片 放在这个课程的那个网页里面 大家可以开始参观 那首先我们要录制的是单元一 关于桌上行曲棍球对打击的系统规格跟规划 那这个单元的规划呢 我们分为几个部分 那第一呢 我们要讨论的是为什么我们会去执行这个 桌上曲棍球对打击的这个专案 这个专题 那有相关的动机跟背景 那这个动机跟背景 我们会由那个杨同学 用实际的影片来说明 他到底是怎么发想的 他为什么要实现这个对打击 那知道什么叫做桌上曲棍球 什么叫做自动的对打击之后 那我们会进行系统规划 那这个系统规划里面 我们就会详细的去分析 输入是什么 输出是什么 我们的那个嵌入是系统 又该做些什么 我们在规划里面会有一个比较初步的以功能 以信号与系统的观念去解说这样的一个系统规划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进行机构的驱动跟评估以及相关的测试 那因为我们会有一个对打击我们不再跟过去的课程内容一样 只是在那个电路板上做一些控制 做一些灯号 做一些信号跟沟通的实验 在这个专题里面我们想借由嵌入是系统去搭配外部的机构 那所以在这边机构跟驱动的能力评估方法就显得非常的重要 那这边我们会花比较多的精神去做评估跟一些动力的选择 驱动架构的选择等等 那接下来我们会再进行感测器的评估 那刚才的驱动结构其实是我们桌上行曲棍球对打机的一个输出 那我们要控制击球器去击球我们的球板 那这个球板的位置相对的 它的动态就会是我们这个感测器要做的一个动作 我们要知道球板的位置 我们要做球板位置的动态的规划预测 那我们要进行它的轨迹 我们才知道要怎么做我们的动作 所以这个评估与测试 我们会就同学可以找得到的一般的感测器 来做一些分析来做一些测试 然后最后我们才会决定用什么感测器在这个专案里面 那最后我们就会重整出我们整个系统的规格 那这个系统的规格虽然不是外面的 一般我们看到的资料手册里面的系统规格 充其量我们只能讲说我们是一个功能上面的一个选择跟制定 因为在同学制作这个专题的过程中间 并没有办法预设所有的系统的性能 那说实在话 这是一个有点类似边做边学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些系统规格 我们并不介意同学一直在做滚动式的修正 那所以整个单元一的大纲大概是这样子的 我们会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什么是对打击 那驱动机构到底怎么选 驱动机构选完之后 到底那个马达的特性会怎样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行第一个单元 那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就是系统的规格跟规划里面的Part 1 动机与背景 那整个动机与背景 我们会由杨同学用一连串的影片来说明 他为什么开始会发想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样的一个机器 以及他想完成的一些功能 在某某大卖场里 疫情期间一直待在家里好无聊 来去卖场补个货好了 这个好贵哦 马克杯家里已经好多了 哇这看起来好好玩 好想买一个在家里玩啊 好吧就决定是你了 今天买了好多东西哦 可以回家了 诶等等那就是我想的那个吗 嘿嘿是桌上曲棍球桌诶 赶快来玩吧 哦我等不及了 要来咯要来咯要来咯 接招吧 我的致命发球 好喘 好累 好希望有人可以跟我一起对打 如果有机器可以一起对打 就可以在家玩呢 相信呢 由刚才的影片跟同学的说明 我们大概可以了解 杨同学为什么在怎样的情境之下 想要做这个桌上去对打击 那有影片的示范 我想就算没有打过桌上曲棍球的同学也会知道 要做这个自动对打击的一些重点关键 那里面有很多的机构的考量 我们在下一个单元里面 就会从它的输入输出 用信号语系统的观念来做这个分析跟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